我們正式開始今天的假日科學廣場 首先非常歡迎各位來參加 我們這個學期的第一場假日科學廣場 很幸運的有幾點 第一點就是明天就是中秋節 然後這個中秋節還不錯 為什麼呢? 颱風沒有來攪局 對不對? 而且各位可以在就是中秋節的前一天 雖然我們不能真的看到一個 這麼大的月亮 應該有一些朋友有注意到 我們這個現場有個好大的月亮 真實的世界裡頭 我們大概沒有辦法看到這樣的月亮 可是今天在假日科學廣場 就是讓大家有個機會 看到我們透過一個很特別的方式 然後來重新學習我們對月球 我們講的科學一點 月球的了解 那今天因為是假日科學廣場的第一場 所以我們請到的是我們自己學校的老師 柳正彥教授 柳教授已經在這邊 請大家先鼓勵一下一下 謝謝 柳正彥教授很厲害的地方是 就是他現在其實是我們 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 我們有一個單位叫做國家太空中心 裡面的熟悉科學家 熟悉 熟悉小朋友應該聽得懂嗎 哇 真的很厲害 然後在國安會或者是在重要的一些機構 也擔任藥職 那我們很榮幸就是中央大學 我們有一個這樣子的很厲害的教授在這邊 而且願意來幫我們做一些科普的推廣 大家知道就是這個科學家很厲害很厲害 可是他不一定願意下來跟大家講 哇 朝鵝 講月亮 這樣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今天很幸運 我們就請到劉正彥教授 然後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劉教授 謝謝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各位小朋友 大家好 那今天呢 有個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剛剛朱老師講的一部分是對的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把一個 大家看到有一個就是3D立體模型 也就是希望能夠借在 現代科技的方式 讓我們從太空中可以虛擬實境 可以看到 那等一下呢 我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個 今天的月亮 月球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一個地方 我的題目稍微把它扳回到 我原來的題目上面 是跟大家說是 人文科學的 就人文與科學的對話 蠶兒與月球 所以你兩邊我都會公平地給大家講一講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其實我蠻喜歡做 所謂叫做 科學道明間 那因為我是一個孩子王 那客家話叫做教頭王 明南話叫做小孩頭 那所以我本身就是很喜歡 把這個一般的小時候想的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比方說早期的時候 這個我們那指月亮 因為中秋就是好大的月亮 拿破說不可以 不可以 等一下會被割耳朵 因為我原來是不可以用那種手機 所以印象中就蠻深刻的 那今天呢 我不但會跟大家介紹 就是過去人文 月亮 還有呢 你們聽的版本 五花八門 我在上網去找了一大堆 跟大家整理一下 因為我能聞素養也要練習一下 那學完以後呢 我會說因為從 月亮怎麼來的 那從人文角度去看 然後從真實科學家角度的 那種去猜測 然後到第三個月亮 天空中的第三 就是第三個最大星期 我們從地面上看 有第三個大星期 第一大星期什麼呢 太陽 對 大家知道 不要隨便知道空氣污染 等到三四十年以後呢 你跟你的孫子講說 或是跟你的真孫講說 從前從前 天上有一個會發光的東西 我們叫做太陽 OK 那當時當然 你看不到月亮 那 好 我們今天呢 就是開始 就是 事不宜遲 那另外一個 我今天有準備了 想問一下朝念 我們大人有準備多少個 那個 二十分 那 可能到時候 我們要 可能幫我點一點 小朋友夠不夠 大人就不必了 OK 那我們有兩份動手做 所以我要留大概三十分鐘 給大家動手做 那另外一個 我幫大家準備 今天的那個 就是科學上的月亮 然後我做一個十二面 十二面體 就模擬給月亮給大家 好不好 還有一個 我歡迎大家 小朋友都是一樣 以我問題舉手 隨時問 那這樣的話 大家進行會比較愉快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我大概講 但後來我沒有寫的 來不及寫完 你可以看我都忙了半天 那我想要看一個的是 常要看地球 地球人看月球 那所以 你看人文跟這個科學 這個 人文跟科學 那接著我看月餅的由來 月餅誰不知道由來 誰知道月餅由來 等一下我們可以 碰他手 好 小朋友 你還這樣 好 月餅怎麼來了 就是元朝的時候 為了怕人民就是轉看他們 他們就把一些那個 就是那個禁止他們用刀 當然就是 每五戶人家才能用一把菜刀 然後後來他們決定 就是在某一個時候要一起轉看滿滿 就以月餅當作 就是在月餅裡面夾紙條 非常不錯 我向你換你講 你上來聽我講好了 我以為知道還多 有沒有不同版本的 好 等一下看一看不同版本 等一下我跟你們講月餅的由來 給大家看看 又說 搞到半天月餅是這樣子來的 接下來是月亮的傳說 所以我 長得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長得的版本呢 也有幾個 我這邊至少這兩個版本 鏟除 長得跟鏟除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的 吳剛 吳剛以前 我想說吳剛是長得的先生嗎 還是他的爸爸 還是他哥 還是他的兒子 他姓長啊 這個他姓吳啊 然後玉兔呢 是跟 是長得一樣的嗎 我小時候都 完全一片混亂 今天呢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蠻有趣的一件事 還出了一個叫做 灰葉雞 這是哪一國的啊 我跟你講 這是日本的長蛾 所以在今天裡面 演講裡面 你們再回去 接著去有機會去 看這個 叫做 在看月亮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大家講故事 說 誒 不同版本 蠻有趣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對不起 跳得太快 月亮的由來 我還告訴你 月亮的起源 那就科學了 月亮的形成 所以 人文跟科學 所以現在是人家跟你 白說月亮怎麼來 說月球是怎麼形成 所以這兩碼的事 月亮跟月球是不一樣的 OK 那 太空中造成的 就是月亮 月球造成太空中的現象 這還包括我小時候 這還包括我小時候 這個非常奇怪 包括我的孩子 和我太太都看到 一天都好像瘋子一樣 我看了四十年 然後我跟你講 我在前幾年解了一些問題 那蠻有趣的 以後你只看到月亮造成 這現象是 哦 好怪啊 這些會有什麼問題 那還有一些問題 什麼沒有被解決 還有一個 我給大家看一下 前一個5月20號 前一個5月20號 對 月餅等一下 5月20號的時候 我們在5月21號的時候 那天我們在大校門去看 這個日環石 那日環石會有 為什麼造成日環石 是月球造成日環石 月球組隔了太陽 那我們也有在中央大學 也看過 月全石 什麼月全石 月全石不是塑鬧不是 還有另外一個時候 就是他該忘的時候不忘 變成月全石 好 那 諸如此類 我們教教教會稍微講這些 有時候因為難過小朋友 對不對 我們要講他們的 就完蛋了 就表示講得太菜 OK 月球軌道上面拍到 地出 什麼地出 地球月出嘛 有沒有 月上柳梢頭的 月出 我們叫做地出 這是月球上看地球 我突然跑出來了 各位 你告訴我這是上旋地還是下旋地 還是 心地還是 不是 大家猜得很好 來沒關係 我們馬上就知道了 好 對不起 這個是我去拍的 結果這是兩隻鳥也不見了 這是我家門口拍的 這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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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講 就是上面的形狀不應該是這麼圓 因為我照樣去拿不穩 所以晃得動 我想辦法掉進來就更慘 所以看不出來 我給你看一下 原來它是一個像這種形狀的 一二三四 OK 我剛剛看到那個呢 是前幾天看到的 上旋月是一二三四 是一還是二還是三還是四 任為一的舉手 任為一的舉手 任為二的 任為三的 舉手不能改變 不能舉兩隻哦 誰任為四的 好來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答應的答案 很有趣 我的學生呢 我問說 這個不要考 考的博士班優生說 你到底是哪一個 他跟我講說 老師我跟妳講 上半夜是這個 下半夜是這個 猜得很好 OK 這個 妳要有信心 沒有改變 最多的是三 對不對 看是不是民主社會 我等一下後面要講這個 我先不先給大家看一下 碩 除一 十五 你在北半球 剛剛你看到我拍的不好的 就是這一個 上旋月 好 上旋月是長這部的德性 那如果根據我們地球看它的話呢 你是上旋月的時候 那就是下旋地囉 對不對 但是呢 那個地方還有彎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呢 我把地球轉一下 因為剛剛那地球是在赤道上 學起來飛 它不是在地上看 那 去看的話呢 是變這樣 所以這個叫什麼叫做殘地 為什麼呢 前面那一個 哦 他不聽 哦 對不起 前面這個呢 叫殘月 你左邊右邊看 正好地球跟太陽是對好 是對調 所以呢 你看到它叫殘地 好 我們今天呢 不要去背這些這麼複雜的問題 有一個問題到時候 我們這邊沒有放出來 有沒有人告訴我 月亮什麼時候最圓 小朋友什麼時候 十六 十五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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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認為是十六的 好 不錯 科學家 繼續放下 這個有觀察 你去看月亮 其實最圓的是十六 好 那 十五沒有說 十五是人文說的 那王立神的 你也不 那你喜歡 對不對 現在剛剛同學講的那個 哪一位 好 不錯 等一下記得給他多一份 這個 回去找一下人造衛星的這個 找一個給他 好不好 那因為我在太空中心 說有人造衛星模型 還有 那因為我落分數的時候 我只要犧牲大人 對不對 反正已經這麼大了 很難教老狗玩新遊戲 我們就教年輕的小孩 我們培育國家未來幼苗 好 月餅 好 剛剛同學 來 聽聽看喔 你回去以後可以見他說 我知道月餅怎麼做的 好 看到月餅 哇 月餅這麼大 平常 現在因為什麼東西都要吃多口口味 月餅變成這樣 這是古時候月餅 像我們的紅骨粿一樣那個板的 咕咕咕咕這樣 那你可以看這個收了好多月餅 這個不是義美的 我不知道 有沒有看義美博物館 有沒有這個東東 對不對 我跟義美沒有關係 我只是想說他們做月餅做得不錯 月餅現在開始 中秋節吃月餅的實際書 是出現於唐朝 欸 你給同學 小朋友 剛剛你講的是原朝 這是唐朝的技巧 你注意看喔 那唐西宗的時候在中秋節命令這個御膳坊呢 用紅鱗將這個餅賞賜給新科信士 所以最早的月餅是在唐朝 在唐西宗的時候 那北宋的時候叫這種餅叫宮餅 因為是宮廷在做 北宋的時候呢 這個剛剛講說到宮廷流行到後來流傳到民間 又稱為小餅 又稱為叫樂團 後來呢 把兩個名字兜一兜 就變成什麼 月餅 OK 好 真正月餅出現什麼時候呢 叫做 北宋文學校蘇東坡 愛吃的傢伙 OK 他說小餅如什麼 角月 OK 中有蘇合宜 就是以凡有縣 對不對 不會有個小問題 媽媽不能告訴我 什麼叫蘇跟宜有什麼不同 宜是甜的 是吧 蘇呢 不是蔥油蘇 油蔥蘇 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東西 很肉 人文的問題要大家定義一下 我搞不清楚啊 當中的小餅就是月餅 所以月餅呢 就是最早是建讀這個南宋 這個叫做無字墓 它裡面 你知道 所以文獻做科學人就是這樣 壞毛病 就是一個叫做夢良路裡面呢 那時候月餅是一種象徵的一個東西 早期的是一個餅型的食物 後來它演變原型 表示美好團圓 這是古時候人文講的 我不相信 因為月餅早在月亮上就有了 OK 相傳這個 好同學 這樣就是這樣 小朋友就是跟你了 到後面的時候呢 這個元朝的時候 漢人受不了 對不對 要朱元璋呢 在這才 很好的 這個傢伙跟我同宗 是吧 劉伯溫 他上面寫了 8月15 沙達子 所以那時候 大家就記得這件事 因為那時候是脫離痛苦 所以人類人在脫離痛苦的時候 就會常常會利用 生活周遭呢 就做這個月餅 然後呢 才會大家 還會記住這一塊 所以大家想想看 唐朝是在公元 大概五百年的時候呢 就有月餅 那第一次成功拿來當武器呢 是在一千兩百多年的時候 在元朝的時候 明朝的時候呢 變成大家互相就是愧政 所以大家之間送月餅 不是現在才有了 所以不要說什麼一天到晚 太過這個教情 我們明朝的時候就開始有了 清朝的時候呢 已經開始有非常 這種詳細的做月餅 所以今天我想說 我只告訴你原來 由來 我沒有告訴你我怎麼製作 因為那不是我的專長 OK 也超出今天演講的範圍 各位 其實月餅我會看 你不要想到一件事情 古時候的人啊 他們觀察月餅非常詳細 上面這個這樣一圈一圈 於是都把月餅做成圈圈 這是我拜的 OK 這個是月的隕石坑 它敲下去了 砰 OK 新的節目我不知道答案那個 因為最近變成民俗烤肉節 我還研究了半天 這跟月亮有什麼關係 大家有沒有人知道 這跟月亮有什麼關係 它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啊 你怎麼知道 你看看前面好多都沒有關係 都跑出來啊 這個烤肉節是因為之前有一家那個要做烤肉餅 然後在演藝餐廳 然後才開始 然後有沒有小朋友不同意的 好來 你有不同意見 來 你有什麼意見 魚肉而已 魚肉而已啊 魚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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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香腸啊 對不對 好 大家呢 今天回去在烤肉的時候 想一個辦法去解釋一下 為什麼有這種這麼偉大的發明 還可以促進大家團聚 對不對 又可以看月亮 可以製造 想了半天 我還不知道到底怎麼去解釋 民俗烤肉節 OK 現在大家不知道是月餅 都是 你看 回去明天大家都在烤肉 對不對 今天來回去非常感激 因為我想說完蛋了 今天開演講 大家都去買肉圈 哪會來聽演講 好奇怪 我想這個 我們這個主辦單位的膽子也好大 然後還能請得動大家 好 我本來要弄一個是狼人 我研究了半天 因為東西太多 於是就砍掉 那狼人呢 我只問一問問題 我不是想 喂 好來 你有意見 這件我弄過一本書 上面寫說 就是一個誰 就是 那個晚上正好搭車 就是要走過去的時候 在草原射看到 很像狼的東西 可是是用狼子手藏地的 那是為什麼呢 因為大概是 中初節到了 或者是旺的時候 地心引力較少 他站起來 沒有人可以站起來 大家不要開玩笑 有個像我記得 好像是5月5號的時候 你可以把雞蛋豎起來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這個那天的時候 你看他頭都被人 在樂球給吸起來 不知道 這科學的要檢討一下 好 好 那這傳說這部分呢 我將來會想辦法 把它整理整理 跟狼人 跟這個科學的關係 跟人文的關係 我們研究一下 長蛾奔月 好 今天大家呢 都要知道一件事情 長蛾奔月 現在長蛾是 好人還是壞人 好人 好人 好 等一下你看看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是好人 好看 古時候呢 是出了石的太陽 這個 烤得很熱 不要 就反正天氣很熱 那有個叫什麼 厚毅 厚毅 厚毅姓什麼 厚毅 厚毅姓 姓厚 沒有研究 百家心裡面有沒有這個 我不知道 他登什麼昆仑山 昆仑山多高 很高 很高 有玉山高嗎 回去查一下 查一下 他就不知道 昆仑山有沒有地獄 知道他不知道 他一口氣射一下 還有呢 不是只有他射 等一下你看 這月亮的射 還有很多人在射 台灣的也有人在射 OK 人就知道 所以說 在今天上這個課 你們回去 人文知識增加非常多 好 他娶了個美麗 娴熟的 這個其實 哎果然沒錯 又美麗 以前的時候 我們在小朋友的時候 他說啊 將來 如果有機會 我要娶個像嫦娥一樣的美麗 當然 這個夢後來是成真的啦 這個 到時候想說 如果是娶嫦娥的話 那就不對了 因為 年紀太大 那 夫妻非常安耐 他呢 打獵的時候 碰到一個老道士 老道士呢 就很高興啊 就送給這個 他藏身不老藥 藏身不老藥呢 吃一顆就可以成 藏身不老 對不對 吃兩顆會怎麼樣 會飛起來 是嗎 那搞不好是吃藥物 眾多死掉 升天啊 這地心理完全無作用 好 可以沒關係 科學我研究了半天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回去後呢 結果 交給他呢 他就交給他 嫦娥保管 那嫦娥保管 怎麼會被嫦娥吃掉呢 原來有一個叫做 蓬蒙的 有人姓蓬啊 蓬啊 蓬蒙 是心存不良呢 想要偷吃啊 想要照成縣上天 趁後裔打烈的時候 偷偷跑回來 去闖這個 他們的房間 碰到這嫦娥呢 嫦娥看到他呢 叫他拿出來 嫦娥說 拿這個先藏在嘴巴裡 就一下到 吞下去以後呢 從此生青如燕 直衝雲霄 對不對 他不需要火箭 就可以上去了 我們等一下都有 研究這個問題 後裔回來以後呢 侍女跟他們講酷啊 對不對 那悲痛疑絕 於是呢 就擺相案 就像這個 像這個嫦娥呢 訴他最好喜歡水 難怪我以前我的阿婆 我的阿嬤叫我說擺個案 就是要這個 那中去結社要拜拜 我不知道你們年紀大概沒有那麼大 我是拜過的 OK 好 嫦娥是好人對不對 我是 好 來 這個我聽過的這種版本 還有後面 還有後面喔 你們講一下 就是那個打 他把我下一頁講一跳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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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縫謀 就是怕後裔回來 會找到報仇 就是趁後裔不注意的時候 把他打死了 喔 誰被打死 後裔 後裔被打死喔 學生打老師喔 他在頭地 有點怪怪的 我要注意我的學生 謝謝你告訴我 好 OK 這個 我跟你講說這個版本都很有趣的 下一版啊 跟大家 你們聽的版本呢 還有 都在一起的 這邊講的是道士給要 對不對 對 好 下一個 古書上講的這個 就是淮男子 OK 藍敏旭裡面講 疫情就不死之要呢 你吸王母 所以是王母娘娘給的 OK 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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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 把他拿掉 然後呢 吃掉 OK 昌然有上 無以續之 那 所以呢 是 嫦娥呢 是什麼 三隻手 嚯掉 OK 嫦娥呢 現在接下來更讓你驚訝 嫦娥因為偷了東西以後呢 他到月宮以後呢 這個 就是 他說 林縣裡面只要記載 嫦娥化為什麼 九吉 啊 這個故事 那常人呢 那常人呢 一知七也 妾王母不死之要 福之奔月 江往 這個 沒戰於有皇 有皇戰之呢 說 極 偏偏歸媚 將毒 毒江西行 OK 逢天會 就是 就是到這邊呢 孔 就是誤 誤經誤孔 到最後 他變殘除了 所以呢 搞了半天殘除是 在跑到月亮以後呢 常常變殘除 所以你不要想說 等一下跟大家講的是 我們還會拿個望眼鏡去看 第三個月亮 上面還看到有人 第三個月亮 不是 天上第三個大星體 好 好 來 古人中的 心目中的殘除 那殘除跟月亮又有什麼關係呢 跟金納都學會了 原來搞了半天 嫦娥是 你又看到殘除說 嫦娥嫦娥 這個就非常有趣 所以跟大家過去的 整個兜的 一個 嫦娥是 賢俗 另外他說 嫦娥是三隻手 然後呢 一個時候是道士給的 一個是王母娘娘給的 一片混亂 不知道什麼地方 到底 來 老師我還聽過一種 來 就是 就是後裔 他是一個很不好的國王 然後 那個 嫦娥是為了解救人民 你才把他要拖走了 哦 因為這時候 這個版本我聽過 這個是對 OK 這是對 所以人文中 事實上描述了 人家的心性 還有大家的心情 蠻有趣的 這個在找時候的殘除呢 其實殘除跟月亮有沒有關係 也有關係 殘除呢 它平均一般來講 是用這個 古上古的時候 用這個殘除呢 冬眠的習慣來當崇拜的現象 來描述月亮 這種天文現象 大家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你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我來的不是天文手 我是太空手 前面還有準備好幾張的投影片要講 後來講 講了以後大家都躺下去了 天文跟太空有什麼 你去問所有的這裡面 大概只有一兩個人會知道 什麼是天文什麼太空知道嗎 來教大家一件事情 出去門以後就說 我知道是不是太空了 太空船能到的地方 就叫做太空 以後你叫天文學家 叫你叫什麼名字你知道嗎 太空船不能到的地方 就是天文對不對 所以從那邊來的人叫什麼人 外星人 所以天文學家都是外星人 好 所以呢 現在我們人類都可以飛到月球了 在1969年就飛到了 所以那一塊地方是誰在管 太空 天文的人不能掰了 天文的人要喜歡做 很遠很遠的星球 猜不到 他說喔 那個星球是距離我們這邊是 五十億光 五十億萬光年 他說不是不是 是十萬億 那更亂 他說沒有關係 都是億啊 一樣 所以天文學家就可以 很大的想像空間 太空的不行 你一量 死無對陣 月球那邊有幾個坑 就是幾個坑 你不能亂講 所以等一下給大家看 那上面是太空科學 不是天文 OK 那好 那這邊因為比較複雜 就是說 事實上我講一下說 其實早上午的人 是把蠶廚的這種 生活習性 因為睡覺的時候 就當陰 醒過來就當旺 所以初一十五 他這樣睡覺醒 所以呢 古時候的人 就把蠶廚呢 當作跟月亮的行為 是一樣的 所以呢 才會弄成是蠶蛾跟月亮 跟蠶廚 牽破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 非常漂亮 蠶蛾是很漂亮的 我們不要破壞它 心中美麗的現象 OK 所以古人呢 將這個圓缺呢 當作蠶廚的生活習性 連結起來 所以日常生活中呢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它都有像這個圖形 還有這個碗 有沒有 它把它畫成月亮跟蠶廚 是兜在一起 所以證明一件事情是 古時候的人的描述這些變化 是什麼樣的情形 吳鋼伐木 這個 這個 伐什麼呢 伐櫃 有人講伐木 伐櫃木 它不是伐到藤條 藤條很細啊 對不對 我上次有算過一下 這個 它的櫃數有多高 還是合不合理 你研究一下 相傳吳鋼 對 那個是 那是什麼 劇人什麼 捷克 就都懂 那是你看 兩國都有 對不對 等一下跟你講說 後面還更有趣的 來 相傳的時候 吳鋼呢 是成為僑夫 清醉於什麼 先道 但是呢 這個 始終不肯專業學習 小朋友要小心喔 昨天我的學生看完 有時候 吳鋼是壞學生 壞學生的不專心耶 對不對 這個 老師生氣 天地震怒 就留在月宮裡面說 你去砍倒貴樹 就可以獲成仙樹 你看啊 吳鋼就是沒有橫心 對不對 沒有期間砍到底 他砍一砍呢 就去睡覺 睡覺起來 那樹就 一掌回去 所以他呢 不斷地砍 日復一日 每次砍完一段時間 這個貴樹自動愈合 這個吳鋼呢 罰貴呢 這個罰貴的願望呢 始終沒有斷 所以跟大家講 現在呢 回家做作業的時候 一直把它做完 不要說明天再 以後再做 以後再念 那就完蛋了 就壞學生 所以 中秋節有教義的意義 OK 那所以呢 我們往那時候看到 這個月亮上面 有晃動的黑影 那有的說是蟾蜀 有的說是這個玉兔 有的說是長蛾 有的說是吳鋼 有的說是吳鋼在砍樹 OK 這個便是吳鋼的故事的由來 好 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這個是人文 那我們看科學考據 原文 OK 吳鋼法規原文 他說這個月桂呢 是 喔難怪 我們叫做肉桂 才叫月桂 肉桂 那肉字是 月字面是肉桂 對不對 欸 小朋友 算一下 它到底有多高啊 欸 這邊寫的是 五百丈 一丈多少 一丈呢 是十尺 一尺呢 大概三十公分 所以三公尺 所以這個數 大概數叫 百丈 五百丈 一千五百是吧 一千五百是吧 公尺 喔 你很有 不錯欸 對不對 一千五百公尺一公里半 對不對 是誰誰呢 是捷克的痘痘才能長這麼高 對不對 所以 它又長得那麼寬 然後砍砍砍砍砍 天啊 哪哪砍得完啊 所以呢 這個 吳剛呢 就是 有先到 這是被 這是栽令伐木 他被 也是一樣 就是跟講 他真的是被天地 就是壞學生 所以 拼命叫他送去砍樹 來 好了 現在大家很有趣啊 也 長兒也知道了 對不對 不同版本 現在吳剛也知道了 因為長兒現在你也知道 他是 後來變成殘酥 對 這很混亂啊 欸 所以版本 剛剛巴拉娜 小朋友另外 這個同學講的 這另外一個版本 我們也可以都知道 所以 也是鼓勵大家 回去想 民族烤肉節 掰個故事 大家可能可以流傳久遠 以後 我們的姿子孫生就是 喔 當年有什麼肉 喔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現在我們可以兜得起來了 原來烤肉 是從玉兔來的 你不相信 你看 接下來就知道 相傳有三位神器 這變成很可憐的老人 像狐狸 猴子跟兔子求食 這個狐狸跟猴子呢 都有東西可以救救助他 只有兔子束手無策 所以後來兔子說 你吃我的肉 哇 看 重盡力火中 將自己烤熟 原來是這樣子的 我烤肉卻是這樣的 我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我剛剛還想不到 所以各位 現在就知道 我們為什麼烤肉 是因為我們是 遵 這個 免懷玉兔 這種 這個博愛的精神 那神仙大受感動 所以 烤肉呢 原來是玉兔 我們受到玉兔的感動 所以烤肉 於是呢 將兔子送到廣寒宮 成為玉兔 後來玉兔呢 就在廣寒宮裡面 跟長和相伴 是跟鑽雏相伴嗎 好奇怪 到長生部老師 奇怪 他已經吃完了 他在那邊 在那邊 做這個藥 我看他是做月餅 對 以前我記得他們 我小時候人家說 玉兔在裡面是 是很麻糬啊 對不對 應該我記得是這樣 這個版本也不太一樣 不過我想說 民族烤肉結 終於有一個 這個理論的根據 好 太快了 這個 日本的版本 所以我就知道 日本的長和叫什麼名字 玉兔 啊玉兔 這古時候呢 這是我最初才才發現 說我小時候 我祖母常常都想說 有小朋友啊 是在竹林裡面 也撿不到的 我想了 搞了半天 原來是這個故事 我以前我的祖母 我祖母現在是 閩旦 她是一百多歲 她跟我講 那人家在 就是在竹林裡面 原來她跟我講的故事 跟她講的是 灰葉姬 她是一個很窮的 這夫婦呢 她是 老公去砍竹子 結果我發現一個可愛的小娃娃 叫做 灰葉姬 這個爐獲自寶 這個老年得子一樣 就雖然貧苦 但是很高興 灰葉姬越來越大 最後非常脫俗成為大美女 美女以後就很累了 就像人家叫蜂涌而至 為什麼叫蜂涌而至 有蜜呢 把蜜蜂擠過來的意思 這灰葉姬的美呢 整個這個全村子 可能全國 我看 那全部呢 在追求者 眾人永至呢 蜂涌而至 果然這有關係的 灰葉姬呢 為了回決呢 就是提出種種鬼怪的要求 可是他很聰明 這個寶物呢 假的通被人找到 那灰葉姬呢 這一直沒有辦法架掉 當然就 以後要決定 將來出路了怎麼樣 就悶悶不樂 老夫問他說 灰葉姬說 對不起啊 過一陣子我要到 這個公寓來 就是來詢問 要來接他 這灰葉姬那時候呢 最後又永遠分開 最後呢 他就到了天上的月亮 所以呢 這是我幫大家 在網路上面找了一個版本 日本的蜂蛾 好接下來 哦 哦 我要想一下 月亮是怎麼成的 大家要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知道一下 我們台灣人啊 這是真正台灣人 非常的聰明 早就知道月亮是怎麼形成的 而且還有證據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人文嘛 對不對 你看有人偷看到 不過下一個呢 是月球的形成 月亮有哪個月球的形成 原住民 原住民 我們台灣原住民 所以大家比較少 大家可能比較少能知道 原住民 他們有了這種科學的精神 想像 還有呢 你會注意到這件 人類之間的想法 都非常類似 它有點像後裔的想法 你看哦 泰雅族 所以誰是這個 有今天造成月亮 泰雅族是主要的 那另外一個州族 另外其他族也有不同的 泰雅族講說 當然有兩個泰雅 他不是九個 他這兩個 這日以繼夜 隨便亂亂照 結果大家受不了 他是三個年輕人 所以這三個年輕人 就是後裔的 另外的分身啊 背著嬰兒呢 去射 就是他去射日的旅途 走到都長大 孩子都長大 他走了好幾年哦 走了三四 二三十年 那最後呢 一個人射出去呢 命中太陽 太陽淌血 逐漸失去熱力 成為月亮 所以 各位 月亮怎麼來的 是太陽變的 太陽變的 那 黑影呢 就是劍傷 蛮有趣的 然後呢 周族 周族還說啊 這個 掉下來以後呢 看到這個雞血岩 有沒有 紅色的石頭 紅紅的 就是太陽的血 流下來的石頭染成的 這是一種說法 反過來 太陽可以變月亮 月亮也可以變太陽 這個也是我們 台灣人的想法 OK 部分族群裡面 故事有所變動啊 其中呢是告訴你說 其實過去只有月亮 兩顆月亮 而且呢 月亮不是每天都出來 所以呢 加上這個月亮呢 有黑影 所以呢到晚上的時候 一片漆黑 這個草木無法生長 人類也急著感到不變 不方便啦 於是呢 就派兩個年輕人 這個時候是 兩個年輕人 那是三個 那我們就做比對嘛 對 兩個年輕人要前往 數十年以後 年份好像差不多 這個 射中月亮以後呢 除去黑影 因為呢 就有太陽跟月亮 所以 這是 所以呢 搞了半天 太陽是月亮變 這是另外一種說法 好 月亮的由來 我們都知道 對不對 我們這個 台灣人非常聰明 來 接下來 月亮的行程 月亮的行程呢 到現在 這個 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個是一個 學說 學說者邪說也 不知道對不對 沒有 史無對證 因為月球的年齡 是四十五億年前 我早期聽到的版本是說 從太空裡面 把他跑來一顆 然後跟地球相撞 或者說是被地球抓一下 就留下來 那這一個呢 是另外一個版本 因為這個是我們地球 然後拉管呢 大概是個六十度 正負六十度 他們有個叫L5 這個point呢 我就是 一個在一個引力上 是一個平衡點 我們有好幾個平衡點 如果一個平衡點 是在地球跟太陽之間 這個叫L1 在這個地方 就是它的質量中心 這兩個加起來 一半 像敲敲板 你把它頂起來 地球跟太陽頂起來 平衡那個地方 你可以放一個球 它不會躲 但是早期呢 還有一個L5 還有一個叫做 這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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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大概在 4.5 那就是451年前 在這個地方呢 跟五地球一起跑 地球 地球這樣轉 它就在旁邊跟著跑 結果呢 它跑 它乖乖躺在那邊這樣 咚咚咚咚咚咚 然後就 撞上去 這樣 撞上去 欸 科學家的想像力很豐富 你不是只有 去射它 或者 你看還有沒有趣的 後衣用劍 對不對 原住民用劍 然後呢 一個是射太陽 變成月亮 一個是月亮變太陽 然後人數不一樣 這邊一定有一些關聯 大家要去研究一下 像剛剛我就很 很有趣的 我想玉兔 終於知道烤肉的可能由來 好 來給大家看動畫 然後就開始到 再重複給大家看 它是 這是一種學說 OK 那 又一個就是說 從外面外太空 被抓進來了 這有不同的說法 月球的減速 OK 呃 月亮呢 其實在我們太陽系裡面 是第五大衛星 呃 木星呢 大概有六十幾顆 OK 有時候一直在發現 有六十幾顆衛星 但是以除了大家 憨不囊當八大行星 對不起 冥王星剛剛被丟掉 因為太小 它就 除了現在這次有八大行星 那這些八大行星都有 有的有衛星的 它呢 月亮呢是排行第五 那 呃 這個大概就是說 地球的直徑的四分之一 呃 我想這一頓我們大家都不必 特別知道 它的那個 跟我們距離的大 是地球三十倍的 地球的直徑 我們的地球的直徑呢 大概將近 它差不多三十八萬公里 離地球的距離 呃 我想我比較重要講的是說 其實它對我們生物的影響 讓我們後面我們會看 呃 欸 上面的數字不一樣的話 沒關係 有可能是我對 有可能是人家對 好嗎 這個都是科學家都在猜的 OK 那呃 我要說明的是 它比較能夠造成像我們的 一般的所謂的日死啦 以前我們看到那個 小時候我家裡看到 所以我天狗吃月啊 我的阿婆叫我 是拿那個鍋子外面敲 所以把那個狗趕走 所以大家那 像瘋子一樣 那時候再 欸 如果我這樣算起來 我家人在笑 說 看他在哭耶 我那時候大概是四十 四十五年前喔 大概還不大 可能更小 大概 大概 將近是五十年前 可以知不知道 我年紀非常大了 所以超過五十 五十年 五十年 把那家裡的鍋子倒過來 哭哭哭哭哭 一直敲 然後一狗票全窗的人 回到處鄉下 哭哭哭哭哭 一直敲 哭哭哭哭 然後終於那個月子 我們就敲了一隻 那個月子 被咬了一口 然後那個狗就放掉 好 那等一下我會講這些 日食月食 那當然有機會說 你除了科學面相 也除了這個人為面相 另外一個是阿波羅探月 那當然 可能我還要想要講說 阿波羅探月 有一票人說 胡說八道 這樣我有一些 說這個上面那些拍照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你知道嗎 人類根本就沒有登月 有一批人家說 那當然每次講完以後 等一下說 對老師 你相不相信 人類可以登月 我說 你問我這問題 科學要存疑啦 我相信也不相信 無所謂 不過我認為是 有可能是登月了 但是我認為他沒有登月 有時候 那你沒有什麼了不起 以前我家隔壁的阿嬤 那時候 我那時候 阿波羅登月 1969年的時候 我大概是小學 大概是我年級 所以告訴我年級 那看 然後呢 那阿嬤說 不用看啦 那假的 天啊 孕娘哪會讓你上去 你去哪看 牆壁上山裡面照的 那個火炎山照的 我是苗栗人 那火炎山照的 偏向 所以 那我說 他說現在沒有登月 我說你不是你在講 我以前那隔壁的阿嬤 阿嬤都知道 你不要騙我 沒什麼了不起 OK 所以 但是呢 那理論上是阿波羅的 十一號 這個阿姆思狀 他是踏上第一步 阿姆思狀在上個月 八月二十五號已經過世了 那 現在就好啦 被人死無對症啦 沒有辦法問他 你到底真的腳踩下去 還是沒有踩下去 沒有人知道 OK 好那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稍微聊一下 但是 不是我今天一直要談的重點 我比較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你們有機會到太空中心 太空總署去做什麼 萬有引力 我們地面上的人在走路 今天如果 如果木星有人來地球的話 我告訴你 那些人都不是普通人 那就是跳蚤人 你知道跳蚤人嗎 跳蚤人 它那個地心引力就很輕了 像那個地方 像月亮的話 剛剛講為什麼 月亮的那個 那個月星引力 不是地心引力的 月星引力 大概是地球的六分之一 所以你在這個地上跳的時候呢 你這樣一跳 對不對 你到那邊走 你就變輕功大王 一跳哇哇哇 可以飛 阿姆思狀他就沒有上面表演 他應該表演一下 我們就知道那個是 正在月球 不過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在太空中署做這個 在太空中署有機會 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他是幫一個椅子 然後呢 上面那個吊帶啊 咚 然後咚 很過癮 他就吊了一個跳跳 可以講 很有趣的 那跟大家講一件事情是 它的月星引力是地心引力的 六分之一而已 好 另外一個 它的密度呢 在這個 這個裡面呢 在這個 太陽系裡面 大概是太陽第三 非常的大 它的密度 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 就質料它的密度都非常大 平均密度是3.3 大概是水的3.3倍 也算3.3倍 好 給大家看一下 月球到這個地球的實際比例 好 好 我剛剛講的是38萬公里 38萬 好 38萬公里 好 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太陽是地球的33萬倍 那 反過來 月球 大概這個地球的四分之一 對不對 可是因為很靠近我們 所以我們 一天到晚 我們有空 到 有空的時候到我們的這個 蛛圍一港 龍安一港 你很有趣的 它潮起潮落 海潮影響非常大 所以我要牽領一件事情 這個狼人到的時候 有有有 要說明 來 我的助手 老師 那個潮汐應該是跟月亮有關 跟月亮有關啊 對 謝謝你 對 還告訴你這件事情 跟太陽也有一點關係 對 跟月亮非常有關係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接著就會看這一塊 好 剛剛講說 你已經看到 現在就知道 這個是殘月 OK 好 這個月像呢 其實大家這個是北半球來看 所以你在北半球的時候 月亮在從我們 大家把拇指豎起來 是指北極星 我們的地球的公轉自轉都是這樣 那月亮呢 也是 落地球也是這樣轉 所以你照的時候 太陽光照的時候 月亮是這樣 嘟嘟嘟嘟嘟嘟 這樣走過來 你走到這個 正對太陽光 然後地球中間的時候 你就是黑黑的一塊 什麼都看不見 說 走到這一邊的時候呢 你面對它太陽光 太陽光照這一邊 所以你看它的時候 你如果看到月亮 右半部是亮 這就是在十五之前 左半部是亮的 是十五之後 好 跟大家講就是 如果你沒有聽 你不知道 你也不要難過 因為我剛剛學過 OK 因為我前面我也是不專心 每次星月 這個殘月 上旋月 搞了半天哪個學 怎麼搞不懂 搞了半天 這就是說 趁這次我們中初節的時候 除了人文部分 把科學跟它兜一兜 OK 那剛剛我講的打岔的時候 那個狼人那個東西 其實我認為要有關的話 搞不好是吵醒 因為有人說這個旺的時候 人的心情比較不穩定 可能是地心裡包 我們的心 人是很精密的一器 也不能說不可能 好 來 這邊好多東西 什麼東西 我想這個反正放到網站上 大家看好不好 這個我們就不要放太多時間 在這個地方 因為還有很多這種鬼鬼怪的 你看要把它分成很細的 OK 什麼時候在中天 晚上十二點 什麼時候在中天 有時候白天的時候 你會看得到這個相關的東西 在什麼地方 所以你可以知道 像這個中午整天都晚上 滿月的時候 你都可以看 正好滿月在正上方 所以你可以說叫中天 就是說 離我們地面夾角最小的時候 正頭上 不是也許在正旁邊 看你在什麼地方 中天只有什麼地方 赤道才會真正正中天 那那種的表現 北極的話正中天 都在地平線附近這樣 所以這個中天指的是 你跟你的地面像 夾角最小的一個時候 那它不同的時間 就我們的地上不同的時間 你可以知道它到底哪些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些 陰群圓缺這些 大家可以了解 潮汐 所以呢 月亮不是只有我們用看的 它影響我們生活的變化 你知道一件事嗎 潮汐跟我們台灣有非常大的關係 什麼關係呢 你知道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 在明朝末年 正成功打台灣的荷蘭人的時候 什麼時候 荷蘭人想說 怎麼樣 牛耳有一些牌 這個同學 這個同學可以稱為 來 就是陸港有很多礁石 然後 這人剛剛那個時候 這跑都長不少 所以他們就順利的過去了 我有一個奇怪的地方 是它是從陸港打 還是從安平打 陸爾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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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是哪個地方 海南 那對不起 剛剛被搬的位置 不是跑陸港去 謝謝 不過這有一個地方是對的 路是對的 OK 好 那荷蘭人說 絕對打不進來 結果 鄭成功對這個 越朝越向非常熟悉 他大潮的時候 大船整個殺進來 所以 荷蘭人一下子 嘩 這個好厲害進來 好厲害啊 你也知道一件事情嗎 西洋的曆法 都是基本上 像埃及的曆法 那金字塔 他們用的是太陽曆 他們的農作 我現在不太懂的是 為什麼我們用鷹曆 為什麼 我們這個華人 用鷹曆 用農曆 用鷹曆呢 這很奇怪 不過我再猜 這我跟他 太陽 你去看 你要是那位置 在什麼地方 可能你不太容易知道 它偏得多厲害 但是 你如果用月亮 陰晴圓缺殘除 你就知道一個月的變化是多少 所以是比較明顯 所以我們奠定了 所謂叫陰曆的條件 好 來給大家看一下 當然都知道 這個曹系曹落的東西 跟 其實跟你的幾何的 港口的地形地貌有關 錢塘曹就很大 那是因為地形地貌的關係 這個給大家看一個 你看曹系 這 曹的時候到這個地方 到這麼高 然後落曹的時候 噗掉下去 所以 這個東西 這個地方不然可以打仗 還可以怎麼樣 可以捕魚啊 對不對 很多人在落曹 朝下 朝退的時候 偷偷就炸把魚網放進去 等到 漲潮一進來 然後等到退潮的時候 就去撿東西了 對不對 曹系事實上 是漁民的 賺錢的方式 所以 沒有錯 建築籍的時候 是可以考慮 考魚 因為 它退潮打潮 特別多 魚可能也特別多 這個是 這兩個呢 是屬於打潮 這兩個 這兩個是大潮 就是 地球的表面的海水 受到 這個月亮 受到太陽 整個吸引 所以一吸引的時候 很有趣啊 這一邊有 地球的另外一邊 也同時漲潮 所以地球轉一圈 正好是二四小時 但是 它有兩次漲潮 所以一個大潮 一個小潮 每次都有 當然還有一種潮系 這個月亮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 潮系是誰在控制 月亮 主要是月亮是控制 所以 因為太陽 距我們 雖然它質量是我們三三萬倍 但是它老遠 離我們非常非常遠 所以 這個 主要的潮系是說 這邊還有一個 太陽潮 這叫月潮 太陽潮 月潮 那這個東西 在我們太空裡面 做得非常的 有用 非常有趣 好 那 月潮呢 其實呢 月潮 距離地面 每年增加 距離 距離 月亮繞門 大家沒有想到一個問題 你引起潮汐的時候 海水潮汐會不會跟地面產生摩擦力 會不會 摩擦力會把能量拿掉 會 因為 那個 它要吸來吸去 地面海水潮磨來磨去對不對 能量耗盛 月潮 月潮跟地球距離 越來越怎麼樣 越遠 距離越來越遠 然後呢 地球的 越轉越慢 好 所以呢 它每次 每次 每年那個 就減緩那個是 十五微秒 微秒多少 微字 負多少 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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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9 負9 那 所以一個叫梨 梨的話是 好梨 嗯 這個 中文不會翻英文 OK 那 累積的這個 還有呢 潮汐這樣 拉起來 落下去 會產生什麼呢 月症 欸 有人在做一件事情 我們的中原院有一位 我有一個同事 他也很瘋狂喔 他各位曾經在看 地震跟月亮的那個 碩公旺有沒有關係 答案有沒有關係 有啊 有還是沒有 那你們去查一下 那個921是 是 是初一十五啊 921是初一十五 回去研究研究 對不對 這個要有科學精神 今天回去查一查 爸爸媽媽回去查一查 這個921是初一十五 我告訴你這件事情 那位先生呢 做了以後呢 發現一件事情 那位先生是誰呢 就是說 大層山火山會爆炸那個 OK 你自己去查是誰 他做的結果呢 就發現 碩公旺的時候 小地震 規模三跟四的 確實有很明顯的增加 就說 它可以影響小的大的呢 不一定 所以921呢 可能不再說 不再忘 OK 那 這是比較奇怪的 那所以呢 潮汐會影響到 我們跟 還有跟 最終啊 最終 據說 月球 就說月地球的轉動啊 自轉會被磨掉 因為一直在吸嘛 然後呢 這個月亮會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OK 目前為止呢 地球轉移圈呢 月亮也轉移圈 所以呢 月球呢 我們曾經有一些老師 叫我們記者的方法 是要這樣加的 他說月亮其實很醜 所以他看你的時候 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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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面 永遠對著你地球 所以地球能看到月球 永遠同一面 另外一面看不見 必須靠人造微球去看 所以地球轉移圈 月球轉移圈 就是那個 月球的那個 這自轉跟公轉是一樣 它是固定一面對著地球 當時為什麼撞得這樣奇怪 我也搞不清楚 那 月球造成 我們這個 太空中的現象 月球呢 造成我們像 日時 就是說 當我們的月球 運行在地球跟太陽中間的時候 在地球的部分區域來講 月球 好 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我們在台灣 有拍到上次 就是5月21號那天的日環時 在地上投影 我們等一下就給大家看 所以東西蠻多的 剛剛 朱老師跟我講 大概會要 你們要動手做一些這種 日地關係 然後 然後 剩下的 我給你看 回去 DIY 小朋友拿回去以後 一家多 這個小朋友有沒有超過20個 數一下 有加印 有加印的時候 好 爸爸媽媽比較乖的 給他 有問題的 先考慮 沒有問題 沒有上機器 像吳剛那種 就不要那麼快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當它被遮掉的時候 最白白的這個地方 叫做日冥 叫日冥 這個地方的溫度 大概是150萬度 太陽表面只有6000度 但是它旁邊這個 太陽呢 它會不斷的發光 還有發風 太陽不但發光 我們太空科學家 還找到 找到它 還會發風 它發什麼風呢 發離子風 就發 那個子子跟電子 也叫電漿風 它每秒鐘大概 300到800公里 不斷的萬外吹 因為今天沒有付錢 給我講這一段 一下就不講 OK 這 是實在在講 所以呢 它離子風呢 它即使會影響我們地球 它會產生太陽風暴 然後我們地球上的 通訊定位導航都被影響 這是另外一堂科 叫做太空天氣 OK 日全食 其實大家可以看得到 日全食呢 就事實上是 因為太陽 被這個 月亮也遮蔽 被月亮遮蔽 在這底下 這一批的人 看到全食 正底下 正本影 黑的地方是 但是啊 如果這個 月球呢 離地球遠一點的時候 它的影子就小 就遮不住地球 那就會產生 叫做日環食 那 上一次 五月二十一號 小朋友 你們有機會 你爸媽媽媽 要好好練身體 才有機會 為什麼呢 上一次在台灣 看到日環食的時間 是 五十三年前 那時候我大概 就是兩三歲 我搞不清楚 那這次呢 帶領了大概 將近有六七十位學生 還有另外天文所 帶領的那個 也是三四十五六十學生 站在中大小門 我帶給你看 瘋子一樣去看 OK 那我們還照了照片 剛剛講的 月亮被遮住 當然現在也可以用假的方法 就是人造衛星呢 拿一個那個遮眼睛的 然後把自己的儀器 把太陽遮起來 現在就有個名字叫SOHO S-O-H-O 你去看 它就是把它遮起來 你就可以看太陽發光 發風 然後整個太陽現象 就非常的熟悉 那你反正人類不懂的時候 就給它很多美化的東西 比方說月亮 哎呀 這個月娘啦 對不對 不要指它啦 那 台邊的閃電 雷公電母啦 對不對 現在後來養了半 這些科學家弄完以後 閃電不過是這個現象 一點一點 美感都沒有 然後常常都沒有 這是阿姆斯上的腳印而已 我會亂傷心 我們今天談的就是 在我們在中初期賞月的時候 就想半天說 你為什麼要賞月 所以才慘了 這個科學搞下去 我就不知道要去 為什麼賞月 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在一個日環石的時候 日環石如果在旁邊的時候 你正環 正底下才看到環 旁邊的時候都看到日偏石 這個是在舊金山的一個照相 把它照 停照 停照 你可以看到它從 叫偏石 然後在 這個地方叫做什麼 一開始有的叫做 出盔 這個叫做 到最小的最大的 最有的叫石聖 對不對 日食的時候不要 沒有加蟲啊 因為 不是蟲咬 也不是狗 也不能加犬啊 日食的食是 那個字 食的東西是 不要 你可以看到石是這樣寫 叫日偏石 日環石 日環石呢 就是說當我們的地球呢 就是說 當我們的這個 就說地球 離我們地球較遠的時候 這個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離地球 離地球 離月球比較遠啊 月球繞地球 不是固定的一個圓形 它是一個橢圓 那如果它轉過來 正好在那 它們是同一個面 它有一個 很好記事一個 同一個面 其實不完全同了 一個叫白道 一個叫黃道 地球繞太陽呢 叫做黃道 月亮到地球 叫做白道 那這黃道跟白道 它們有個結痂 你正好在上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這種 奇特的現象 當月球呢 這個去比較遠的時候 遠地點的時候 那影子比較小 那比較小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日環石 因為五十幾年被我看到 很爽 我今天給你們看一下 這些圖片 好 這種日食的成因 剛剛也就是提到就是說 如果說在這個中間的時候 你可以本影半影 就在旁邊的時候 你可以只看到偏食 你不在它正本影底下 你在正本影底下的時候 那才會看到 那旁邊的眼神是這樣 除去這樣 就只是看到日偏食 如果你的軌跡是這樣的地方 你只能看到日偏食 所以它遮的位置 決定你的那個 是全食 環食 偏食 我剛剛提到 你近地點的時候 它這個看到的月亮是比較大 對不對 那你跑去遮太陽的時候 就是比較大的東西 可以把它遮掉 那如果不要 月球離地球比較遠的時候 那個東西比較小 大家都知道 你看遠東西是比較小 近東西比較大 所以它的本影半影就不一樣 所以當這樣遠地點的時候 月球離開地球比較遠 叫做遠地點 遠的時候呢 你就會產生 有機會產生日環食 上次日環食 5月21號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5月21號 這個日環食 它的軌跡呢 從這邊一直到美國 那在台灣熱上空的時候呢 早上5點多就開始出虧了 太陽還沒有起來就出虧 那就虧不到 OK 等到它虧到的時候 還好 它在日食勝的時候 就吃得最多 佔得最大的時候 它就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當年的盛況 有一件事情 我的學生故意放這一張 這張圖片有什麼毛病 我趁這個時候喝一下水 有什麼毛病 看一下 你覺得哪個地方有個問題 各位小朋友 你們將來還有機會 隨時去看太陽 對不起 不要學這一位大哥哥 什麼問題 對 這個傢伙更慘 他用手去這樣 你還記得那天有一個小姐 硬是這樣看 結果 眼睛 他等於說是受損 嚴重的話 四網膜受損 就累了 所以他一定要用標準的綠光鏡 包括照合機都要用文化的綠光鏡 這個是 我們當時在 五點多就把學生叫起來 然後我給你們看的是 我們一般擺 我還有另外還準備了十幾種儀器 這邊量它 還有兩塊地上的 我們地面上的這些電廠 磁場有沒有改變 我們天上有沒有改變 這是我們在那邊照一張 下面就是這樣 這個不明顯 加濾光鏡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是我們中大照的 這就是日環時的時候 這個是 我跟你講 這是很有趣的 我太太還用手機去照 還真的照得出來 還不錯 所以那天如果 你們錯過了沒關係 我們這邊看 等一下 我們這個上面可以稍微可以看到一部分 欸 對不起喔 我們這個會有日食 日食誰造成的 月球 那你們有沒有聽過叫月食 有沒有聽過月食 月食誰造成的 地球的影子 地球的影子 這果然厲害 好 要說明這件事情 月食跟日食有個很大的差別 欸 小朋友 你知道他們自己最大的差別嗎 日食 日食是看太陽 月食是看月亮 是吧 不是 這不是腦筋器轉彎啦 他們自己有什麼差別 媽媽不要推爸爸說 在證明啊 你還笨的跟他講 啞的上當 劉老師三五時常會出問你 不要亂打 打的時候被勾就走 不會而到害你了 這個是我們地球 這個是 他們已經知道日食都很熟了 對不對 月球跟地球最大的差別 什麼差別 不要跟我講說有人沒有人 不是這個 蛤 什麼最大的差別 地球最大的差別 你剛剛看我那時候寫得很快 對 沒錯 有沒有 最大的差別來 那衛星跟行星有什麼差別 好沒有 蛤 衛星造衛星 嗯 好 謝謝你的定義 等一下我們就看地球上的人造衛星 不是 這叫自然衛星 月球是我們的自然衛星 非常好 你這個定義非常謝謝你 我跟大家提醒這件事情 月亮跟月時跟這個日時 注意聽喔 這個是你們帶回去裡面 真的很科學的 最大的不同是 一旦日全時的時候 你是看不見 那個 這個是 看不見那個月 整個看不見 是黑的 對不對 但是 如果你是看到的是 月時的時候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你看得到 因為月球上面沒有大氣層 地球上有大氣層 所以當太陽光啊 從這邊來的時候 進到太陽光的時候 它會偏轉 所以這光會偏轉 所以你看到的時候 我記得我有一次 我去一個晚上 就是盯那個月時 早上燕燕一起回家 我太太起的班子說 你搞什麼 你聽到 你一看完就算了回家 我要看它 從這個初虧到 這個叫做十勝到復原 然後說喔好漂亮 那個整個月亮是 是吧 古銅色 像黃金金幣一樣 這我真的也看過 在中央大學那天文台上面去看 然後後來要那照片 沒有要到 這個 其實你看 這個照的不是太好 那個可能還好一點 那個你看 紅黃色怎麼樣 這個月亮本來是旺 你知道嗎 什麼叫 對不起 日時 月時的時候 要發生的時候 要在接近旺的時候 你數 那數就是 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喔喔喔 那就看到背影 不是啊 你要看旺的時候 旺是正好是太陽跟地球 然後月亮 地球在中間的時候 那它反而說這後面光是太陽光 地球把它遮住 這時候才會產生月時 你望的 數的時候是月球在中間 好你跟我開玩笑 你跟我講 所以你在數的時候 才會去形成所謂的日時 日時跟月時產生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望的時候才會產生月時 好 那它本來是亮亮的 它可以在 大概一兩個小時以後 變成古銅色 這顏色不漂亮 這是投影機 我們應該買好些投影機 好 所以 這個是比較有趣 好 看到這個 這張圖片 知道我熟悉我的人 就知道 劉老師 從小的時候是問題兒童 OK 我有問題學生 我呢 無論到哪邊 等一下大家結束以後 請你們到中央大學的湖裡面去看看 或是到河流去看一看 不是叫你下河 不是 下去看不見了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大家有經驗的話 到去划船也好 做那個河裡的石頭流水 流水很好 那個石頭很奇怪 那個水很聰明的 上山落水 對不對 它水流快要碰到這個 快要碰到這個石頭的時候 它前面會拱起來 會掉下去 好像它的玉枝石頭要來了 對不對 你開船的時候呢 這船開過去的時候 它的船的頭啊 有一個波紋 那個波紋呢 不是船底 到以後才出現 它船之前就出現 嗯 拱起來 好 這叫做手正破 手 手怎麼寫呢 左邊一個舟 那個船的那個舟有沒有 那個舟 那個舟 小舟的舟 右邊是一個舟 那也叫做船頭波 船頭上面一個波會移動 這個東西也不難看到 鴨子游泳最明顯 你去看到石頭的鴨子這樣 游泳游泳 它就看到全面一個波 然後呢 後面就是出現這種東西 這個叫做手正波 正是正弄的正 手正波 這叫尾正波 不見得能看得到 你說 劉老師你今天講月亮 幹嘛講船呢 又不是划船去看月亮 像李白去撈 撈月亮 不是啦 不是要給你警告這個 完蛋了 沒有碰到什麼東西 OK 回來 搞科技的東西常會出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好 這個是 這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子彈 還是一個實驗 你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船 船頭波就很影響 怎麼樣 這是一個船頭波 你看它這波是不是在 它的頭子到之前 它就已經出現了 那這邊是偽正波 這是叫做 偽混流 歸混流 這個是超音速飛機的時候 你一旦達到你的傳播速度 你的飛行速度超過它的傳播速度 你只會形成這個要傳傳播 小問題 我每天每天去看 我大概 大概是1995年以後 就是冰國84年以後 我看了16年 看15年 在2009年7月22號的時候 那時候在台灣上面發生一個日泉石 我們不是 我們是日泉石 我們的北方大概在那個琉球群島那一塊 通過那7月22號就產生一個 所以我常會挑日子 這個是未來一百多年 都不可能發生這麼長的日子 是世紀上最大的一個最長的日子 所以我準備用儀器去看它 那我就看它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有人說 月的影子飛過去的時候 會產生 會讓我們的大氣層會冷卻 它就是一個影子船 你知道嗎 我們常講說 裝作鬼影 那影子不會傷人 對不起 月的影子會產生一些奇怪的東西 月的影子遮掩大氣的時候 溫度一下掉下來 一下掉下來 那風氣密度變成是重的 所以就像一個 在池塘裡面 在大氣層上面 拿一個棍棍 滑過去 你一滑過去的時候呢 就產生像這種 就是船頭波 科學家呢 1970年就開始 要找這個證據 那 大家都每次找了就在講 可是一直都沒辦法 確確找到那個漂亮的現象 那這次飛過我們這邊的時候呢 巧 被我有個機會就是 因為我這邊呢 很有趣的是 我回到台灣以後 我把我們一般的GPS 把它改一改 就是 GPS本來是 我們大家都拿衛星導航嘛 天上有 一下可以看到十顆 這個 我這個接收機 可以看一顆兩顆三顆 四顆五顆 那就好像我拉了十條線 這邊如果有東西 碰到一小塊 我這邊有東西 碰到我這邊有東西 所以我就 GPS呢 反過來去做 台灣跟日本合起來 有一千多個 一千三百多個 GPS 換算呢 天上有一萬多條線 一萬多條線 在河流裡面 要抓魚 可以不抓得到 我鐵定抓得到 我就用這樣子 給它弄下去 那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種超音速的波呢 你在月的影子 都是在 月的影子 在地上化過的時候呢 不是時速啦 速度是 每秒鐘是一千公尺 聲音的速度是 每秒鐘三百公尺 所以是超音速三倍 蛤 滑過去 你這樣高速滑過去的時候 你的那個 月的影子 就像一個影子船 就影子船 這個是我們在用GPS做的 這邊看到藍色點 通通都是它的條線 這個是還 這個還沒有進來 這進來的時候 這月球是 這個日時的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六十 過來的時候你看 這個地方本來是沒有的 一下子開始排列整齊 後來排列整齊 排列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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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過去 所以整個東西 就讓它水會滑過去 那如果把它滑起來的話 這是沒有經過處理 你發現沒有來得及 給你看處理過後的資料 處理過後的資料呢 就會回到 像前面一樣這樣 就會出現這樣 就事實上 已經看到一部分 這個南半部呢 有這個東西了 你可以再看一次 回到 那個動畫也沒有把它擺上來 所以 對不起 就是這個 這兩道 這等於是那個月的影子 百分之八十這個地方 還出現兩道出去 那北半部分呢 是沒有出現 很不幸的 因為那邊的密度太小 所以 那個線不夠也沒辦法抓出來 但是呢 四十年 就是二千二零一年的時候 經過四十年以後 這個答案被解了 OK 這事實上是 科學界第一次把它解下 影子傳的這個證據 阿波羅登月計畫 這個地方我會講的比較快 因為 一個是網站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比較說明 就是說 它是六十七年以後 一九六七年 所以 算換 摔換到現在 大概將近十幾 接近五十年前 就開始要準備 去登月 科學家就要去登月 那 它經歷的非常多 這是一號 一號最可憐 太空人上去 先去做練習而已 結果 起火 撕火 一撕火以後呢 三個太空人就變成烤肉 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 這個是一個比較不幸 那當然他一直到 後面 他後來被燒掉以後 他不敢隨便上 就是阿波羅四號 不是四號不是西號啊 不是不是 所以我們這邊 像我們台灣的人造衛星 就沒有四號 一號二號三號 就跳到五號 沒有沒有四號 有什麼 因為四號是西號 所以他不敢用四號 但是老美不忌諱 所以四號的時候 他去做一下 還是沒有載人 等到五號 做其他的這種實驗 那七號的時候呢 就上去 首次載的上去 就是用這個火箭上載上 大概一次三個人的任務 第一次三個人 做三個人 不是做兩個人 不是做一個 早期不敢載太多 也載不動 這再三個人 那八號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在太空中 做一些相關的這種 太空漫步 九號 那他開始做一些 就相關的這種 練習 開始一繞月 有的時候 只是在地球附近繞 有的是過去地球 一般去的時候呢 他不是這樣去繞月球 就是說你 假設這邊是月球 這邊是地球 他是去 他這樣去 繞個八字回頭 這樣八字回頭 他不是去頭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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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這樣大圈圈 不是這樣 他是去是八字回頭的 還有一件事 小朋友 如果你們要做這個 太空科學家 你要去做這個 有個很重要的件事 養生好習慣 一個要什麼 要準時 比方說月球到這邊來的時候 你該發射的時候 要到處去時 該去發射 你跑掉再去那邊說 我再見 火箭是不能轉彎的 火箭是要完全像引力把它拖過來 所以你不能說 等他二十分鐘 再見 所以月球做太空 太空裡面第一個重要就是 準時 第二個要準時 第三個要準時 你只要有閃失的話 火箭你去看後面沒有什麼 那種墮有沒有 火箭沒有墮的 火箭叫做 然後去以後 他看到月星引力把它繞著 然後呢 到這邊算好時間 要準時 加速再回去地球 你要加不對 時間不會提早不行 落後不行 所以遲到早退都是錯 它太空裡面是一個大特徵 好 我們直接去看我們的十一號 十一號就是 這是 他的腳印 其後呢 像 登陸的是寧靜海 我跟大家講的原因是 等一下我們看 對不起 我速度要一直加快 因為 不然後面沒有時間 還要讓你們做東西 還要讓你們做東西 這是 它是登陸那時候 寧靜海 就1969年 所以人類第一次把腳放到這個 放到這個月亮上 算是1969年 所以算一算 算現在這多少年 多少年 沒關係 媽媽就不要阻擋她 要鼓勵她講 來 多久 不知道今天多少 12 12 來 43 43 好像對喔 好 對 其實我跟大家講這件事 巴馬都在這邊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一個小小的建議 孩子們在想像的 要讓她無限 那 在人文科學上面 能夠產生一個協和 一個對比 其實這就是今天我們上課 一個 所以 孩子要講的時候 千萬不要說 不要讓她好 不好害羞 不要這樣 其實你害羞不要怕 讓孩子勇於表達 OK 那等一下 Google Google Earth 對不對 它叫Google Move 這個我們都是上面去抄的 你可以抄叫Google Move 不叫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看地球上的資訊 Google Move 是講的是 月球 月球上的Google OK 所以Google很厲害 對不對 那 登月模組啊 什麼登月探測 這個就是它 這個 登月的這個 登月小艇 我想大概就是 非常快過去 因為 大家可以 足以是可以去找 這個是它 讓它交放下去的時候 OK 我要講的是 人造 你往天上看 今天爸媽回去 請你做一件事情 你可以去上網 去叫做 ISS 叫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太空 這個國際太空站 這個呢 是 這個 目前在我們上面最大的天體 第三大天體 我要說明一件事情是 這個東西呢 是好幾個國家聯合把這個東西送上去 太空說 軌道船就是 把這些材料 一樣一樣送上去 把它拼裝起來的 因為地球上 沒有可能一次把這些東西給它升空 因為地球的主力 空氣主力 跟重力 就是那地心引力 把它拖著 其實真的會造成問題的是 那個空氣主力 上面呢沒有台灣 現在有沒有 像搖 那一個AMS 就是我們物理系的 這還不算什麼了不起 據說一個笑話 太空站沒有台灣參加 對不對 可是你不要擔心 據說當年的80%的零件 台灣做的 所以我們也很厲害 對啊 那這些都是 參加了國家的名字在上面 好 那這邊有點小小的動畫 這個是在 這個 感謝您把你 11月13號 去拍照這個 相關的這個 太空站 如果沒有說 這是地面拍的嗎 對不起 這是地面拍的 所以 小朋友晚上的時候 你去上那個叫做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國際太空站 你把你加了 那個 極緯度坐標 輸進去 它會告訴你 從哪一個方向出現 從哪一個方向出現 進去 你們下去 那這個不是瘋狂的 我還幹過一件事情 人家幫我算好以後 我還寫了一篇文章 是拿著那個 我們以前那個 壓抑アンテナ 就是那個 電視天線 在那個 科試管理上 然後這樣 像神經病壓 幾點幾分 射過一次 然後那個資料 我把它收下來 我還可以 我可以看那篇文章 我還真的發了一篇 科學文章 就是那時候有太空站這樣 如果看不見 那就亂亂射 還真被量下來 這個是很恰好給你看 月球跟太空站 同時給你一件樣 把它造下來 所以上面是太空站 太空站 第三大天體 那人造月亮 這一個呢 也是一樣 就是在太陽上面 可以同時看得到這一塊 我剛剛講 這一個地方 你如果仔細看 不是嫦娥 這是太空人 在太空站上面被造到 所以亮點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太空人 在這個地方 把它造起來 太空人出來 太空漫步 來整理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很巧 很巧 是被造到的 在地面上造的 這就是 太空站 那上面這個叫 日本的叫希望號 這是做實驗的 它的維生系統 主要是俄國做的 俄國人很厲害 可以把那個大便 尿尿的水 然後弄一弄 然後再可以喝 它的水 俄國人最厲害的是 它裡面 俄國人做了很多 很有趣的實驗 比方說怎麼樣 把這個水再生 尿變成可以喝的 那還有一個是 俄國人呢 才上面做個 才曾經幹過幾件 不是普通人 太 當然很 把他忙 如果這樣很熟悉 你拿 要生火的時候 你去看打火機 那個火苗永遠向上 為什麼 因為那個空氣上升 再加上 地心引力 沒有地心引力的時候 如果有人要請你抽菸這樣 你要趕走 為什麼呢 它噴出來 它不會轉彎上去 那是火槍 結果 俄國太空人 在俄國和平號太空站 曾經幹過一件事情 就是 把那太空站搞得濕火 濕火以後呢 他們就 又很聰明的 把那個電線拔掉 完了 那條主電線拔掉之後呢 全太空站變黑了 黑了以後呢 對不起 它要把那插頭插回去 那插頭不是兩根的 那這十幾根 又插回去 後來 據說插了五六個小時 什麼 不要開玩笑 它拔掉 空氣什麼通通都 沒有 趕快插 那幾句說 那個太空人在裡面 在設施三十五度的那個環境 很熱啊 插 所以後來太空人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們做實驗 怎麼樣在這個人造月亮上面 怎麼去做防火措施 當然還有包括怎麼去種植物啦 什麼看蟑螂蜘蛛網捷網啊 養魚啦 魚會不會這樣 就發現 大魚都不行 都會亂染 那小魚都很厲害都可以游 所以 就是很多很有趣的 就在人造月亮上面 等它繞地球的時候 它幾乎是無作 OK 那其他時間是會有重量的 我這邊 就是說 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你們這邊 除了在這邊 我還benefit大家 就是說benefit就是 我要加會於大家是 你們上次看到這個東西 是在 要嘛氣象局 要嘛是國家自然科學博物館 這個東西呢 據說當時要花台幣 三千萬到五千萬 那簽約金就要三百萬台幣 那我後來因為我有機會 認識了一個 日本京都大學的一個教授 那我們在 我就說好 那我願意參與 因為我是學太空的 所以有關太空的知識 和東西 我都希望能夠 就是等於是科學道民間 走到 像小朋友的 因為早期的人 你跟你上次都講那麼大 頭都昏了 你跟你背下 你怎麼覺得很神奇 我現在看 就是我讓你看 說我今天我在太空裡面 我就太空翻 我根本不會知道 我就仔細看你是長什麼 所以我讓你們看月球 是什麼樣 而且呢我讓你轉 它可以調可以弄 那這個東西 你可以上去看 四十元什麼時候 很長的一個四字 那叫Dudge Earth 其實這個東西在台灣 我們已經把所有東西 搬成中文來 其實我們指的是 我們的實驗室 跟我的學生的實驗室合併 然後翻了一套 那我今天會給大家呈現一部分 那有的東西 它最快的是 最厲害的地方是 我們沒有空 它可以把現在 我們氣象外星 整個這樣 裝上去 也就是說氣象外星 我們完全可以這樣做 即使像你的颱風災害的時候 完全可以從颱風裡面看 這個天氣怎麼變 那這是我們未來 跟大家講的 有空的話 幫我寫信 跟國會講說 多給我一點錢 因為錢太少了 這個是可以幫忙的 那上面有些網站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抄下來 好 那我們可以打開那一塊 大家請往那邊看 就我們把這個 這個系統呢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三千萬不要 我只要三千塊 對 三千塊最少 OK 三千塊就可以 貴亮嗎 要等一下 沒有 剛剛沒有提長給大家看 因為有說明說 希望把這個藏起來 可以把燈殺掉沒關係 那這個燈如果說要關掉也可以 這一個呢 你可以看得到它本身 位置沒有完全吻合到 不過你基本上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整個月球的表面 然後這個事實上 是一個像一個虛擬的一個星球 那所有的結構 那它會稍微那個朝驗 把它amplify一下 你可以稍微再把它大一點 不是 直接打 直接打 直接打那個地方 直接打操作那邊 mplify 其實大家知道 你看不到別的地方是 沒有關係 我現在上面來操一下給你看 我可以把這個星球 這個 所以你可以知道 很有趣的 哇 這隕石坑還不是均勻的 因為這個繞的時候呢 可以想大家有學到另外一個的雲 我也覺得蠻有趣的 如果在轉的地方呢 隕石坑不會再這麼密集 一個地方固定的是 因為四連八方還是均勻的 但你如果繞的話 那就分散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集中的話呢 你打了一堆都在上面 所以不是說南北極 月球的南北極呢 它的 比較多 這個就是 每一次登月的這個 他們相關的這個 位置 這讓你規準到 正北方是在什麼位置 從阿波羅十二號登陸的地方 叫做什麼地方 風暴海 一個是寧靜海 一個是風暴海 那我除了這樣做呢 我們還可以把它 再次的放大 可以局部去看 我們要看的 那也可以到所謂的 回到我們的一般的正常的size 那我當然會可以看我的南極 所以大家有 滿有趣的是說 月亮 那上面那些月餅 就是那些隕石坑 不是均勻分布 它是 南北極是比較多的 那我們換一個各位 我 我現在呢 除了趁這個機會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位置不是只有月球 其他線 這是我們的火星 這是我們的火星 你可以坐下來 就不會擋在後面 那可以把 火星拉下來嗎 到北半 北半就拉下來 所以火星上面呢 它有乾冰 這是火星的北極 那不同季節 它的乾冰分布的程度不同 那最近我們也發現 就是說 我是有訊號上去後 發現火星本身上面 已經找到水的那個 過去的時候 地形地面很急 很正距 下去上 翻過去 到南半球去 所以這個應該是在 火星的下 這個應該是火星的 北半球的冬季 所以北半球比較多的乾冰 南半球 它的乾冰的範圍比較小 那看完火星以後呢 我還沒有準備 把這個火星的故事先講完 今天是先準備 先準備月亮 那但是呢 地球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可以去看 你到地球那邊去 到木星 對不起 先給它到Normal 按N 那所以 你可以看到 木星 這個包括等一下 你可以看這些都是所謂的 就是風暴 等一下看看大紅斑在上面 剛剛過了 剛剛過了 沒關係 貼加速 所以我們好處是 我們可以把它叫快 來 大紅斑 大紅斑在這裡 所以這個東西 這小子把它小紅斑 那 把它拖到北極 所以這邊過去 你等於你太空船 我可以 你們各位都是太空船 都是人造衛星 隨時隨地 你都可以照你想要去的地方 而且你可以去zoom進去 你可以看 所以不再像以前那個 都是平面的 翻到南極去好嗎 好 南極 跟大家講 國家自然科學博物館 也沒有我們這麼厲害 我們可以 還有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今天沒有 有沒有人帶iPad來 下一次我們可以考慮 我們正在發 就已經做完了 就你有iPad 你就可以直接控制我們的系統 就直接去操縱它 好 下來 好 到地球 我們時間不太夠 所以 這地球上呢 我們可以把我們地球本身 這個地形地貌都可以補上去 包括南北極 就這樣 我們讓台灣在什麼地方 好 還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不但這樣以後 我們現在已經設計另外一套系統 我們有 已經可以在這邊再把 你們只要帶紅色跟藍色的眼鏡以後 你可以看立體 所以我們這個包括立體中的立體 就四圍這種的四圍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可以知道 冰原的分布的大小 就全球暖化 所以你要說 講全球暖化的時候 你要看這個故事 可以看不同年份 其實我不知道今天我們有沒有準備這個事 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不同年份 它冰原的擴張減少 增加減少 所以這個東西呢 可以知道我們全球變遷的時候 跟小朋友教導小朋友說 你看天氣 如果我們全球暖化的話 我們的地球會怎麼反應 到南半球去嗎 這是南極 南極州 你們看到的東西 事實上是剛剛講的 是價值至少三千萬 但是下面資料比這三千萬還要多 還有一個人我答應給大家看 從太空中看 五月二十一號的日食的是那個影子 我們等一下我有機會看 好 下來 我們繼續看 這是什麼 晚上 晚上 這個有什麼用 晚上有什麼用 你如果看到有人的地方就有什麼東西 有燈 有燈啊 我要告訴你 有光害啊 你家裡種的那個菜瓜不會結果 就是這個燈亮亮 台灣什麼地方 西部好亮對不對 來 把它放大 入 好 你可以看哪些 這個從太空中可以知道 哪些環境 它是哪些地方是有人居住 所以 所以有一個辦法就是 用人口的分布密度 人口的分布 它整個這個過程 都是可以用這個來看全球的分布 還有人呢 更有興趣 他喜歡喝咖啡 他把全球咖啡的那個產地的產量 標在圖上面 這蠻有趣 什麼樣的人都有 好 再下一個 好 最後一個 我們可以看它日時的嗎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五二一的時候 從太空中看著 還有跟大家講這個 它的好處是 我可以拼貼日時的 不同的穩兆惠星的拼貼的結果 把它拖上去 沒有辦法 北極再往上拖 對 等一下喔 看影子 希望不要 要表演的時候會突垂的 不走 它要不要動啊 給它動 走掉了 看到沒有 這個就是它日時的影 再把它拖下來 好了 那日本的這邊 對 好 再來 它會從這個地方 可以給它Fastplay 沒問題 給它跑快一點 你可以給它Fastplay嗎 因為這是拼貼好幾個 冷罩衛星 好 看到沒有 它就是 你可以從太空中出來 這個日環時是很差的 因為日環時是一個 像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樣圓形日光燈管 所以它黑影不明顯 如果日全時的話 那是一個大黑點這樣 一直在跑 一直在跑 它跑過去了 所以你可以借用這個地方 在過去的時候 我們都不知道 其實我們很可惜 沒有把它金星零日那一塊 拿來放 金星零日 我們坐在那裡 有排金星零日 就是它過去的時候 可以把太陽照翻 然後它金星整個過去 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OK 那 大家就到這邊 好吧 把燈打開 好 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們大家還有動手 去做 這個 日食 月食這個相關的模型 還有一個是 我有月球的東西 如果來不及 我們就把月球給大家帶回去 那請助教 把東西發出去 好 各位手上呢 這個有一個成品是 我們家是在做的這個 就是 日地關係 所以太陽呢 在黃黃這一面 所以你可以轉過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什麼時候發生日食 什麼時候發生月食 所以你可以就從這個地方 去讓你的轉動 有沒有 順著建號 順著建號的方式 轉動 大家可以看一下 順著建號的方式 做完以後 順著建號的方式 可以什麼時候 形成日食 什麼時候 形成月食 這個地方 你從這邊貼的時候 可以到可以去試試看 看看你想要跟它 這邊上面成形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呢 你們帶回去以後呢 我故意做了十二面題 剛剛你們看到月球呢 很不幸我沒辦法做成圓的 因為圓的 我沒辦法做 好處是你做完 你可以把它壓下去 然後你放了它跳起來 什麼原因呢 裡面勾了橡皮筋 就是你可以打開來 拆開來看 回去之後可以用類似的原理 你可以把家裡的照片 一葉一把貼上去 十二個月的月曆 可以設置你要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作模型 這是滿有趣的一個設計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這個 等於是中秋節的一個禮物 好那這個是我帶過來的 這個就放進去 那日食那一個 也就是日食的 當上一次在講日食的時候 日環是一個教具 所以你們現在在做 好 所以大家可以在做完以後 可以試試看 挑一挑那位 什麼時候發生日食 什麼時候發生月食 今天呢非常高興 能不能把你手動音 先放下來一下好嗎 非常高興有機會 就跟大家有機會 大家不相見面 但是不曉得在 剛剛這個整個上課的過程 還有看這些的 有沒有在你 包括你們做這個模型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問題啊 沒有 沒有 這個回去的時候 你就想想看 這個烤肉的時候 要講些什麼故事 然後這個民族烤肉節 有什麼東西可以加上 從小白兔開始衍生 或者你自己算一個 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你們手上的東西 回去以後 這些專事教具 回去看一看 然後看看寧靜還在什麼地方 風暴還在什麼地方 這是阿波羅幾號 讓他有這個機會 然後讓他知道一下 為什麼我們現在科學家 從古時候 這個人文的想像 到現在的科學的這種探索 都能夠做一個結合 今天只是一個開始 那也是日常生活中 我們大家的月亮 都是我們最熟悉的 那我們怎麼跟這個月球做接軌 如果你還有問題 一個非常歡迎 上我們自己 這個 這邊的網站 那也同時你也可以查我的名字 進入太空所 這個問題的話 就寄給我一面 我隨時歡迎你們 就是 也非常願意回答你的問題 好 我們寡致聯絡 謝謝 謝謝 好 這個 我相信不管是大朋友 小朋友 心中都應該會有一個期待 一個期待就是 我剛剛那個 劉老師有好多東西都還沒有講 火星啊 清新凌日啊 太空天氣啊 月亮跟狼人啊 會不會都很想聽對不對 因為東西好多好多 所以剛剛那個 趁大家在這個DIY做這些模型的時候 我就已經 這個邀請我們劉老師 獲得他的首肯就是 至少以後 劉老師會 一年來支持我們一場下的科學活動 所以請各位 參考小朋友 就是每一年 我們一定要就是 注意 密切注意我們網站的消息 然後大概什麼時候 劉老師會再來 跟我們講這些有趣的故事 而且這些有趣故事的背後 其實有好多科學的原理到裡面 那我今天分享一個小小心得 我嚇了一跳 我不曉得我們現在的那個 狗仔文化 是連太空人都拍得到 你已經在人造衛星上面 你還被拍到 你看剛剛 經濟也有個很小的小人 真的太有趣了 所以今天的活動呢 我們有這個科學部分 有人文的部分 然後最後還有DIY的部分 所以希望各位呢 能夠在這個中秋節的前夕 有一個很難忘的這個回憶 那另外要跟各位宣布的是 我們自己學期的 加入科學廣場呢 下一次的活動 是在兩個禮拜以後 就10月13號 因為人手不足的關係 我們大概前面幾場 可能會兩個禮拜一次 然後等到我們的人力 恢復正常的這個狀態之後 我們再回復到過去 家人科學廣場 一週一次這樣的頻率 好嗎 無論如何還是請大家 密切注意我們的網站 然後繼續給我們 這個支持跟鼓勵 今天劉老師的一些 相關的教材呢 我們會 爭得老師的統一之後 把它放在我們的網站上 然後如果各位有問題的話 就像剛剛劉老師說的 可以跟我們中心聯絡 可以叫做中心 也可以直接導遊老師 好嗎 那如果大家都沒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您還是可以繼續留在這邊做 但是呢 最後最後 還是要藉由大家的手 就是幫我們謝謝今天 非常精彩的一場演講 我們的講師 我們劉正彥教授 我們還是有一個簡單的 感謝狀的這個頒發的儀式 謝謝大家的一場演講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